我其實覺得就是說 在政治立場上各自都有不同 那每一個人當然有時候 他可能今天認同這個理念 明天認同那個理念 我覺得OK 就是你要解釋清楚 這就是為什麼講說柯文哲 他今天在這個專訪裡面 雖然沒有人講說那是柯文哲講的 可是大家總覺得你要有一個論述的依據 但陳景峻的這個角色 他在台北市政府裡面確實 就是說第一個 他要扮演一個副市長的這個角色 那對很多人的期待 大概會認為說 就是副市長這個角色 就是做好台北市的副市長 該做的這個事情 但看起來陳景峻認為 自己有一大塊的工作 要做的是他跟柯文哲之間 還有民進黨之間 他要扮演一個溝通的這個角色 那現在的問題就在於是 當民進黨的這個選對會 已經做出了一個決策了之後 那很多人就開始在這上面 我還是這樣強調 就是說你要有各自的理念 所以你比如說像這個 大家講說這個所謂的 柯文哲是不是有一個三部曲的部分 比如說你前面大家講說 他去分化這個綠營 但是你後來這第二個就是說 他講說剛剛講用海選團隊的方式 其實很多人你就來看 比如說你像李文英 李文英他就直接跟你講說 對不起我沒有辦法 所以我要辭職 那柯文哲也證實說他辭了 那現在看起來是 藍世聰的目前狀況 我不知道他會不會退黨 還是他會 如果因為他必須要留的話 那我不知道他在黨的這一塊 他是不是要去做應對 那陳景俊的角色就比較特別了 也就是說當黨現在已經做出一個決策 然後告訴你講說他們要朝向一個自己的道路 那你一直在強調說有轉圜的空間 那誰給你這個信心我不知道 是不是柯文哲給你的信心 還是你真的覺得就是說 民進黨公開講成這個樣子 但你以一己之力 還可以告訴大家講說 還有轉圜的餘地 我不知道民進黨的人聽到這一塊 會有什麼想法 因為這個是你們正式開了一個記者會 就搞了這麼多天之後 有一個立委出來講說 當任黨的發言人講說 已經開始要啟動這個程序了 那看起來那一天 就像鄭運鵬的說法是說 民進黨現在要走這條路 除了徵召 那你如果徵召 就是如果要談徵召這件事情的話 對不起 也要是黨的人 那我不知道陳景峻是不是在講說 那有沒有這個轉圜的空間 柯文哲要入黨嗎 柯文哲要入黨 柯文哲一講不會啊 他說他現階段沒有討論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 大家都搞不清楚 你們到底要講什麼 好